这是挪威海军即将下水服役的最新型潜艇 也是当前世界上绝无仅有的 采用特殊辅行指挥塔维壳的常规动力潜艇 其模块化设计做得非常彻底 从整体结构到任务载荷都实现了模块化配置 具备很高的任务弹性 其优异的静音性能更是被誉为北欧水下游灵 该型潜艇还有面向出口的三种型号 分别是滨海型、大洋型和大洋增强型 特别适合中小型国家和地区根据自身条件采购 这就是火力军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 瑞典萨博公司A26型常规动力潜艇 虽然该型潜艇性能十分先进 但其却差点在研发过程中开死覆舟 上世纪90年代初 瑞典海军刚刚接收了首艘哥特兰级潜艇 该型潜艇也是世界上第一批装备AIP系统的常规潜艇 标志着二战后常规动力潜艇技术 取得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突破性进展 然而瑞典海军的胃口却不限于此 考虑到当时还有强大的苏联海军威胁 瑞典防务部门启动了代号UBT2000的预言项目 准备研发适用于21世纪水下作战 并能够制衡苏联海军877型潜艇的大型常规动力潜艇 但由于1991年苏联突然解体 苏联海军的威胁一瞬间也荡然无存 对于瑞典而言 刚刚投入使用的哥特兰级潜艇就已足够使用了 于是UBT2000计划被长期树枝高阁 一直到2015年 俄罗斯海军潜艇部队活动越来越频繁 在636.3和677两种新型常规动力潜艇纷纷下水的情况下 瑞典海军才重新想起来已经停滞许多年的UBT2000项目 于是瑞典正式重新启动了这一项目 并将其命名为A26型潜艇 2015年中旬 由瑞典国防部采办局与萨博防务公司下属的考库母造船 签署了一份总体建造合同 根据瑞典海军的装备计划 首批预计采购两艘A26型潜艇 首艇被命名为布莱金二号 二号艇被命名为斯堪尼亚号 两者都以瑞典南部的两个省份命名 两艘潜艇分别将于2024年和2026年交付瑞典海军 A26型潜艇在艇型设计上 最独特的特点就是采用了模块化设计 潜艇被分成了三个不同的技术构型 其中最小的适用于近海作战的滨海型 长度仅有50米 水下排水量仅有1000多吨 航行自持力也只有10多天 中等的适宜于中远洋作战的大洋型 长度被扩展到了63米 水下排水量达到了2000多吨 航行自持力达到了20多天 具备一定的中远海行动能力 此外 萨博公司还推出了一款大洋增强型 相比基本的大洋型 大洋增强型可以在艇体中部增加一段十多米长的导弹舱段 它获得战略级对地攻击能力 当然 这种某块化型号并不是为瑞典海军设计的 毕竟瑞典海军只是一支能力有限的中近海作战力量 还没疯狂到要装部巡航导弹潜艇的地步 目前瑞典的这两艘A26潜艇也都是常规的大洋型 而滨海型针对部分对潜艇作战有一点需求 但没多少钱置办大型常规动力潜艇的国家 而大洋增强型则是为部分对潜射巡航导弹有追求 想筹备潜射对陆攻击能力的国际客户准备的 除了某块化设计亮点外 该潜艇的水下航行能力和自持力也颇为出色 其采用考库姆公司研发的斯特林AIP系统 这是一种不依赖空气运行的特殊燃机 采用工业液氧和柴油作为燃料 在不依赖空气管的情况下 可以确保A26型潜艇以6节的航速 在水下连续航行2000海里左右 这一性能尽管相比攻击型核潜艇依然差距较大 但与不具备AIP性能的常规动力潜艇相比 优势就相当明显了 除此之外 A26型潜艇配备有一套高度综合化的水声与态势感知系统 整套水声探测系统的性能 在常规动力潜艇中属于顶级水平 A26型潜艇还装备了一套综合化的潜艇作战管理系统 能够将所有的战术航行机械信息汇集到通用显控台上 大大提高了传统潜艇的信息集成度 在作战武器方面 A26型潜艇除了增强型安装有巡航导弹垂直发射单元 其余两个型号还是以常规的鱼雷水雷和反舰导弹为主 停手部安装有四具标准533毫米鱼雷发射管 除了发射常规的萨博62型533毫米鱼雷外 还具备发射刺口径400毫米轻型陷导鱼雷的能力 当然这对于攻击型潜艇而言并不值得炫耀 A26潜艇真正的独门绝技 是安装在鱼雷舱下方的一个桶状多任务舱段 类似于一个大型鱼雷发射管 既可携带能够拓展态势感知能力的无人潜航器 也可以携带挖人和水下渗透使用的V型潜艇 甚至可以携带某些特殊用途的深浅设备 从而可以承担特种作战 海床作战任务 除了武器系统外 潜艇赖以生存并克敌制胜的根本就是隐身性 包括水面状态的雷达光学 红外隐身和水下状态的升学隐身 A26型潜艇采用了代号幽灵的综合低可探测性系统 该系统不仅包括了常规的水声噪音消除 还能够降低红外雷达电磁领域的可探测性 耐压壳体内部两层甲板及上面的所有设备 都安装在悬挂式整体伏法上 最大程度的阻绝了内部震动及噪音对外传播 另一方面 也可以抵御近距离水下爆炸产生的巨大冲击力 从而提高生存能力 使其被誉为全球最隐身的潜艇 在外观方面最为显著的特点 就是它的辅行指挥塔维壳 萨伯公司表示 这种外形特殊的辅行维壳 具备极佳的水动力学性能 可以极大的降低指挥塔维壳水声噪音 并采用了复合材料建造 因此潜艇在水面航行时 对反潜机装备的搜水雷达 红外光电探测等侦察系统 具备较好的隐身效果 A26的辅行维壳外形 经过计算机流体力学优化 通过外形变化改善维壳周围的 流体压力场分布 可以有效抑制激流噪声 其作用原理和战斗机上的 DSI古包进气道 有异曲同工之妙 因此 A26型潜艇也是目前全球唯一的 集水声雷达红外电磁波 全频谱隐身的常规动力潜艇 这样一艘如此先进的潜艇 你心动了吗 目前该型潜艇正在积极寻求国际买家 那么你会支持你的国家 购买A26型潜艇吗 欢迎将看法发表在评论区 我是火力军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噢 询阅 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能吃提供所有月